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会在周边的道路系统 进行警示提醒用路人改道 分为三级 以百分之五十位安全流量基准 只要达到就会列为警示 规计民众物前往 百分之五十五执行分流 百分之六十则是进行流量管控 目前针对游乐园也要求业者 拟定ABC分级控管方案 所以其实要达到 现在规定的五成 其实对我们来说影响 其实是不大的 那如果真的是有达到五成的话 那因为现在草案 它的详细规定也还没有出来 所以我们也会 如果它规定出来的话 我们会全力配合 清明廉价就曾发布 警示的北港朝天宫 接下来迎战五一廉价 也已经做出规划 除了庙方自律以外 中央也拟定请地方政府 辅导庙宇参拜路线 要单一方向 避免人流交错 进行管控 另外夜市也需设立单一出入口 并且提出计划 依照夜市通道 仍行走的空间 计算适合的流量 夜市餐饮必须做隔板 商圈百货公司 中央也会提出指引来处理 三地新闻菜文用料已得 邱瑞亚红聪想 中部报道